故事要从一个垃圾清洁工说起 他就是48岁的未婚大叔老刀 和这个空间的数千万人一样 老刀生活在仅有6平米的胶囊公租房内 年近半百的他对未来从未有过期盼 直到他在垃圾站门口见到了被遗弃的女婴唐塔 为了负担堂堂昂贵的幼儿园费用 老刀决定铤而走险 接受一份价值不菲的伪托工作 为此他必须跨越三层空间 老刀生活在一座折叠城市 在这里时空被分配成三个区间 大地的一面是第一空间 500万人口生存时间从清晨6点到第二天清晨6点 接着进行空间休眠大地翻转 翻转后的另一面有二三空间共用 第二空间2500万人口 生存时间从次日清晨6点到夜晚10点 经历完整的白昼 而第三空间则挤着5000万人口 他们的生存时间从夜晚10点到清晨6点 几乎永远见不到太阳 就这样以48小时为单位 时间经过了精心的规划和最优分配 500万人享用着24小时 7500万人享用着另外24小时 如此划分的三个空间界限分明不可逾越 而老刀要做的便是穿越三个空间才能完成的信使任务 那是一日例行的垃圾清理 老刀从一个屏中发现了尾部纸条 虽然面临坐牢的风险 但是一次20万的酬劳让他选择了孤注一掷 于是他决定前往第二空间与委托者见面 老刀在二三空间唯一的连接处垃圾道里躲了一周夜 终于等到了第二空间敞开 他按照纸条上的地址 找到了委托人研究生 秦天在宽敞的四人宿舍内 老刀得知 秦天在第一空间实习时 与一漂亮女孩相恋 她就是伊燕 为了与伊燕长相厮守 他委托老刀将求婚信物传给伊燕 期望能得到他的回应 经罢委托原因 老刀担心20万的委托费 对于还没毕业的秦天来说是一笔巨款 但却被告知 那只是他实习两个月的工资 对比自己一月一万的工资标准 老刀看到差距 可他什么也没说 夜晚十点一到 他还要回到垃圾站上班 为了完成任务 他需要进行一次真正的空间翻阅 回到第三空间后 老刀赶到一位老友的住所 这人就是彭丽 一个年轻时曾五次偷偷进入 第一空间走私的人 按照彭丽的指示 在翻转开始前的最后几分钟 老刀跨出窗外 踏上了翻转之旅 在跑向地面接口的途中 老刀看到大地在均匀的撕裂 突然身后传来压抑的轰鸣声 他猛然转过头 只见一座高楼为拦腰鞋顿 上半步正从天上倒下 如同一位卑微的无人弯下的腰身 头脚相接高楼迅速收拢合并 折叠成立方体 阳台和附加结构均被吸入墙体 贴成楼的脊肤 紧接着地面开始翻转 无数块土地围绕其走入一百八十度旋转 老刀抓住每一寸凌落的金属残渣 终于得以爬过翻转的土地 此时他才看到一个城市的全貌 建筑物由折叠中站立起身 在灰蓝色的天空中 像苏形的兽类 城市孤岛在橘黄色的成功屋落 被展开战定腾起弥漫的灰色苍云 此刻老刀终于来到第一空间 感叹过日出的绚丽之后 他按照地图找到了依言的住所 等待将信物送出的时机 原以为要成就一个姻缘的老刀 没有想到他将面对的 其实是一场禁忌之恋 不休片刻 老刀便等到依言现身 却发现他已经结婚 丈夫是中年男人无稳 但依言却承认自己爱上了秦天 于是他用十万元贿赂老刀 帮他隐瞒已婚的事实 老刀本想拒绝 可依言这一星期的薪酬 可以交账堂堂几个月的托费 他只能安慰自己 也许将来依言真的可以放下一切 与秦天在一起 但是已经变成了一个男人附属品的依言 真的可以离开华美的牢笼 面向未知的世界吗 尽管心怀忐忑 老刀还是收下钱并完成了任务 在返回途中 他被机器人实不身份 险些坐牢所幸一位年长者出手相救 那人正是出生于第三空间的老葛 此时他已是第一空间后勤保障的负责人 因为老刀同样来自第三空间 老葛便对他关照有加 并在晚上带他出席了折叠城市50周年的庆典活动 会场上老刀看着舞台中央流动着的城市画面 他期望能在其中看到建城时的历史 因为他的父亲就曾是一名建筑工 这座折叠城市便是父亲和其余数千万名建筑工亲手累造下来的 据说城市建成时 有八千万想要寻找工作留下来的建筑工 而最后不过两千万人留下 老刀的父亲便很幸运作为一名垃圾工留了下来 恍惚中演讲结束的掌声将老刀的思绪拉回现实 他突然看到一言的丈夫吴文正走向刚刚结束演讲的一位白发老人 老刀跟着两人来到大厅 听见白发老人驳回吴文使用垃圾自动处理技术的建议 此间老刀的身份险些再次暴露 进而老葛及时赶到在此筑取脱血宴会结束之后 老刀向老葛询问垃圾自动处理代替人工的可能性 老葛告诉他这种可能性十分渺茫 并向他揭露了一个残酷现实 生产力已经改造GDP上升的同时失业率也在升高 大量的人被闲置在家 他们不再被社会需要 因此为了社会的稳定最好的办法就是彻底减少这些人的生活时间 把他们塞进业里劳作 隔绝了阳光的同时也隔绝了村货盘炸 他们的劳动可有可无 他们既不参与经济建设也不分享经济福利 只需要用廉价的食品为保自己任其自生自灭 这就是第三空间存在的真相 然而此时的老刀听得似懂悲懂 他只知道还有三个小时转换就要开始了 他要回到最初来时的公园等待翻转 清晨四点 因为吴文的疏忽大会宣言需要重新印刷 白发老人命令归持转换 六点十分转换开始 六点二十分 白发老人发现吴文将重要文件遗忘的会场下令停止转换 此时老刀正在斜面上慢慢挪威 忽觉土地停止移动 接着已错开的土地无人合拢 他吓了一跳连忙向回攀爬 然而两块闭合的土地还是夹住了他的小腿 此时的老刀或许不会意识到他现在正如一只飞虫 一出生便被决定了一世为虫的命运 从此生死由他不由我 现在他的命运就被不知情的白发老人随意派到地里 六点四十五分 文件取回转换重新开始 地面移动 老刀拼尽力气将小腿抽离转 并在一番努力之后终于回到了第二空间 将消息传给今天 拿到报酬的老刀回到第三空间 老刀回到了房间 进入房中看到堂堂的一刹那 老刀疲倦了一天的心 瞬间柔软 他觉得自己是幸运的 尽管伤了腿 但毕竟没有被抓住 还带了钱回来 他期盼堂堂学会唱歌跳舞 成为淑女的一天 老刀看看时间 该去上班了